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拥有强大的内趋力 东京奥运圣火熄灭16天后 残奥会火炬在东京再次点燃 中国残奥建而用百折不挠的精神 突破自身局限激励着我们每个人 在这其中有一件事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 8月28日 残奥会50米自由泳决赛的重赛的消息 让所有人心惊肉跳 就在前一天的比赛中 中国建而马家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可当他满心激动地走下领奖台 组委会却宣布重赛 在马家手中停留还不到一天的奥运金牌 就这样被收回 不仅如此国外媒体更是大肆地渲染 将问题矛头直指马家 认为是他为了夺冠 有意触碰其他选手的手 梦寐以求的金牌得而复失 这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一旦马家重赛表现不佳 无疑会坐实那些媒体的恶意揣测 这个年仅23岁的女孩身上担负的压力 可想而知 但是马家的心态并没有被外界所影响 他坦然接受现实 积极准备重赛 8月30日重赛 他不仅再次获得金牌 甚至再一次打破自己两天前刚刚创下的新记录 在这一刻质疑他的人鸦雀无声 外媒更是避开了关于这次重赛的报道 其实比起马家曾经历过的挫折 如今这样的质疑和压力早已经微不足道了 出生于河北玉亭的贫寒家庭 马家的双眼从小失去光明 游泳池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 每次月入冰冷的泳池 他都用尽全力冲刺 因为看不见 被墙壁撞得头晕目眩是常有的事 为了锻炼体能 他每天都要爬好几个小时的楼梯 脚崴了也咬牙坚持 让周围的人看了都心疼不已 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内趋力的概念 指的是在和环境交互中 个体自发产生的一种 具有驱动效应的自我力量 而马家身上始终存在这种强大的内趋力 驱使着他前进 不被外界的挫折所阻碍 也不被别人的声音所左右 诚如一位网友所评论的那样 奥运会选出的是最巅峰的身体 藏傲会选出的是最不屈的灵魂 一个有着强大内趋力支撑的人生 哪怕眼前一片漆黑 也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马家重赛再次获得金牌的消息下 一条评论获赞无数 无论外界从你身上夺走什么 你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夺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期盼着来自外界的动力 有利的条件 合适的机会 恰到好处的鼓励 仿佛当着一切尽数其倍 生活才有了奋斗的理由 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绕着谁运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言难尽 如果只靠外在的驱动力前进 那么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变化 人生便会迟滞不前 唯有内在驱动 才能无视世界纷扰 永远走在自我成就的路上 这次残偶会上还有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女孩 美国女子马术运动员毕翠斯 六年前的圣诞节前夕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爆发了一场恐怖袭击 当时留学的毕翠斯正准备回国和家人团聚 却被近在咫尺的爆炸 真的瞬间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被截肢了 同样的遭遇 放在任何人身上完全可以悲伤 可以愤怒 可以成为自暴自弃的理由 尤其对17岁的毕翠斯而言 碧玉年华 成绩优异 前途光明 然而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面对世界的无情和冷酷 毕翠斯并没有放弃自己 她偶然间翻到自己骑马的照片 觉得虽然失去了双腿 但仍可以坐在马背上 于是她很快为自己确立了新的人生方向 努力成为一名马术运动员 因为双腿截肢的程度有差异 毕翠斯不得不付出数倍于人的汗水和时间 来训练自己的平衡感 与此同时 脉戒唱衰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残奥会的关注度远远不如奥运会 何必让自己这么累啊 国家会让你生活有保障呢 可是在她看来 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荣誉 名声甚至金钱等外在诱因 而是为了一种不愿就此沉沦的内心感召 终于毕翠斯在一次次摔下马背后 从最初的颤颤巍巍 变得可以优雅地骑着马 从容步入奥运的舞台 一个拥有强大内趋力的人 不会把时间用来抱怨外部条件的欠缺 而是哪怕一无所有 也想着还能达成怎样的目标 自立者人恒立之 自助者天常助之 世上没有一天通往成功的路 是直接铺平在人们眼前的 可对心有所往 且始至不渝的人 哪怕步履蹒跚 这个世界也永远乐意 为之让路 豆瓣上曾有一个热门讨论 哪些话能让你瞬间躺平 一时间网友集体陷入被动废人的模式 调侃 唱衰 批评 甚至是一句不经意的催促 也能让原本雄心勃勃的计划 变得一行阑珊 可一句唱反调的评论 却引人深思 你不能指望每件事都能得到正向激励 你能指望的永远只有自己想做 客户的拒绝永远不留情面 无论你做了多少功课和备案 领导的催促从不管弯抹角 也不会在乎你熬了几个通宵 我们终将明白 这个世界不为成就你而存在 我们只能努力地成就自己 大学毕业后的张一鸣起初是在一家小公司做程序员 在他看来呢 工作没有哪些是自己该做的 哪些是不该做的 如果同事遇到难题 只要他觉得自己能帮上忙 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几乎每天他都主动加班到凌晨12点才回家 周末也在家编程到很晚 入职不到一年 张一鸣就对部门各个模块都有所了解了 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委任维护整个后端 接着就是领导一个团队 然后是带整个部门 后来他离开公司了 将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资源 用在自己开发的软件里 2012年29岁的张一鸣成为 字节跳动的创始人 9年后字节跳动估值 接近4000亿美元 那个曾经埋头写代码的小伙子 几乎凭一己之力 改变了全球互联网的格局 在这个世上 我们总被各种嘈杂的声音 以及形形色色的厉害得失所裹挟 但若没有发自内心的渴望 随波逐流的最好结果 也不过是多数人的平淡拥度 云云众生 太多人是被世界推着前进 唯有那些拥有强大自趋力的人生 才能最终推着世界往前走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 记述过这么一件事 当时他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 一天早上 有位朋友告诉他 我梦到我们将在复活节那天被释放 有了这个梦作为寄托 他不再消极悲观 每天都充满斗志 满怀希望地等待复活节的到来 可当复活节如期而至 集中营却没有释放他们的消息 朋友的双眼在一瞬间变得黯淡无光 他在意志消沉中迅速消瘦 很快郁郁而终 而此时距离他们被释放 仅仅不到一个月 最终幸存下来的维克多 在回想朋友时不由得感慨 活下去的意义永远来自于自己 而不是面包自由甚至是信仰 事实无常 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刻 命运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失望还是希望 因此与其往外寻找慰藉和寄托 不如向内培养内驱的动力 三个建议 助你驱动自己的人生 一将每次困难视为必经之路 想起少有人走的路开篇第一句话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 一个人唯有意识到 人生本就是缓慢受垂的过程 才会以主动的姿态去面对苦难 而不是遇到一些挫折和阻碍 便怨天尤人感慨命运的不公 我们拼命实现我们当初的承诺 是为了配得上自己曾经吃过的苦头 每次阻碍都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再度匹配的过程 每次困难都能召见我们的心底 那些真正渴望的追求 将困难当成修炼 你将逐渐拥有不被外物左右的力量 二人生不谈凑巧 眼下辩证当时 不知道你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计划从九点准时开始看书 然后心安理得的刷起了手机 直到刷得忘乎所以 抬头发现九点早已超出几分钟 欠就感一闪而过 你对自己说 反正超过九点了 我索性十点整再开始吧 而到了十点钟 却又总被其他事情耽误了 一来二去呢 搞得整个上午的计划付诸东流 我们总对开始的时机 抱有各种完美主义 然而一味等待 却让原本跃跃欲试的心 沦为漫长的精神内耗 但其实内趋力 就是让自己成为人生的动力源泉 尽可能屏蔽外界的触发条件 人生等不来凑巧 眼下便是刚好 唯有当机立断的果决 才能让主动权回到自己的手中 三 先有专注力 后有驱动力 曾有研究表明 一个人95%的行为 都是自动反应 或对应某种需求的应激反应 当一件事成为习惯 人们便不会纠结 要不要去做这件事了 所以说 与其用一蹴而就的内驱 让自己的意志备受煎熬 不如先专注于一件小事 比如日常早起 定期锻炼 抽空看书 等到这些行为内化为习惯 再将释放出来的意志 专注于下一件小事上 天下大事必作于戏 专注于点滴小事 做到自律自决 才能逐渐成就全方位的内驱人生 残奥会的开幕式上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那只单翼的飞机 虽然只有一片机翼 可最终仍能颤颤巍巍的 飞上天空 靠的是强大的内智动力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樸柳之姿望秋而落 松柏之志 惊霜有茅 在这世上真正能比喻风霜雪雨的 不是有所平移 而是内在本质 前路漫漫 愿你有一颗内驱立打底的灵魂 在这纷繁浮沉的世界 修成自己的百度人 风雨无碍 万川无阻